外头高温炎热 之前文化部办公室内也猛吹电扇 这是位于新庄复杜新的行政院联合办公大楼 号称全国首座黄金级绿建筑 不管是室内透过空调和照明达到机能减碳 还是室外绿地保水性 生态多样性 这栋联合办公大楼在102年完工之后 进驻了12个公家单位 但是员工只有一个心得 就像在闷路里面工作 太闷了嘛 造成一些头痛反应那也可能就是 自己去补充一些普拿疼 类似此类的药物 曾经闷到头痛吞药 文化部事后增加空调预算 遭民众质疑难道绿建筑破功 火车月台时 大家还得出动水桶接水 这次花了28亿新启用的屏东新火车站 号称绿建筑设计强调对流 却没考虑屏东气候 另外屏东警分局为了申请绿建筑标彰 不装冷气 传出居留室热道 由犯人要求赶快移送 事后加装冷气都被质疑本末导致 陈大建筑系林宪德教授 常年推动绿建筑 强调绿建筑不等于没冷气 像北投图书馆和原山花博 还是有不少成功案例 不是因为台湾气候热 就不适合盖绿建筑 关键在于怎么设计 例如使用高效率空调或窗户都能开启 秋冬才自然通风 能降低空调使用率 三级新闻林文士林文士 台湾到 中文民士林文士 中文人文士 大吉他人